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这个影片的人都非常动容 也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有了深刻的认识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讲 说实话 类似这样的事情 今天在美国每天都会发生 这些天来美国黑人大游行 很多人都在讲述 类似的案件 以往在美国各个城市是层出不穷的 甚至有很多黑人哭诉 我平时一个人都不太敢上街 我是真的担心警察帮我当了坏人 甚至拿枪袭击我怎么办 那么为什么这次这个事闹得这么大呢 我想我们都得感谢一个人 一个17岁的叫弗雷泽的 美国高中黑人女学生 因为就是这么巧 当天她目睹了四个警察 是如何对待这个黑人的 而且她拿起了手机 把整个过程记录了下来 回到家中还把它放到了互联网上 所以全世界人才有机会 目睹这个活生生的 简直是被凌迟处死的过程 视频画面的冲击力 咱们这么讲 有时候比文字实在是强个百倍千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段手机影片 只是几个目击证人说 哎呀我们看到有个警察过来拘捕黑人 黑人试图反抗 警察要制服他 结果最后惨剧发生了 没有任何视频画面的话 我们会这样义愤铁鹰吗 甚至当时的警察 人家会不会提出各种各样的 花样百出的辩解之词 你看这个黑人人高马大的 他还有钱坑 我们几个人都不录不录他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膝盖压制住他 结果最后悲剧发生了 这一切都因为有了一则手机影片 而发生了变化 可以说正是这则影片 引起了这场大暴乱 甚至未来会深刻的改变美国社会的结构 但是当然有很多善良的人 在看到这则影片之后 他们也出来指责这个小姑娘 有人就说 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七尺大汉 被警察压迫在地 这么长时间 八分多钟啊 你能去拍影片 你为什么不去施救呢 你为什么不上前阻拦呢 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当然他不能报警了 因为就是警察在时报 听起来似乎很对 八分多钟 你完全有机会去劝阻警察 可是我们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一个17岁的小女孩 本身还是一个黑人 面对四个正在行凶的警察大汉的时候 她有勇气 有胆量出来阻止吗 她出来阻止 会有好结果吗 白人警察有没有可能 像对待那个黑人大汉一样 对待她呢 甚至她如果出来阻止 咱们这么讲吧 即便她自己不受到损害 估计这个影片是不可能保留了 警方会允许她保持偷拍的这段影片 并且把它放到互联网上吗 绝对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今天苛责这个小姑娘 为什么不出来阻止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相反我们要感谢她 感谢她敢于偷拍这段影片 并且给她放到互联网上 才让那么多的人 直接的看到了美国黑人 是多么的被歧视被压迫 而且我们也得提醒各位好朋友 如果以后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 尤其是美国华人 因为你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做好自保 然后再拍影片 你把影片传到互联网上 这个贡献远比你站出来阻止 而且自己有可能遭受到损害 要强啊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赵旅说事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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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赵旅说事的头像